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記者宋唐一如採訪報導 中共急造福建號破綻多或遭反制 5月1日 中共第三艘航母福建號 出海進行首次海上測試 中共官媒稱福建號是完全自主設計建造的 首艘彈射型航空母艦 採用多種新技術如平直通常飛行甲板 配置電磁彈射和阻攔裝置等 專家表示 中共急於求成建造福建號 政治意義高於軍事意義的 由於速度過快 導致動力系統 彈射系統 艦載機等方面都存在問題 中共野心大 急於求成 目前 中共已有兩艘航母 遼寧號和山東號 為何短短幾年之內 又要建造福建號航母 馬克時空主持人馬克對大紀元分析說 中共急於打造航空母艦 實際上政治意義高於軍事意義 因為習近平尚未以來野心很大 想爭奪海上霸權 比較著急 從打造遼寧號以後 只用了12年的時間 就擁有了三艘航母 可見是下了血本 企圖想要和美軍在太平洋上平起平坐 馬克表示 在總體布局上來說 福建號雖然放棄了前蘇聯航母的設計思路 採用了與美國航母平直甲板和電磁彈射器的設計 但很顯然為了降低技術風險 縮短建造和測試時間 所以從動力系統到飛行甲板布局 都是參考或沿用了遼寧號和山東號的現成的設計和技術 例如仍然採用蒸汽輪機驅動 升降機只有兩台 這當然犧牲了快速反應能力 但這不是重點 中共實際上著急建造福建號 政治意義是高於軍事意義的 對它來說 只要服役就好 馬克表示 這種拔苗助長式的操作是否真的有效 值得懷疑 而且整個發展速度過快 導致了福建號航母在動力系統 彈射系統 艦載機運用戰術 還有人員方面都會有一些問題 未來就會成為一個隱患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舒孝皇 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造福建號主要是想學美國海軍 另外 它還要走向藍水 航空母艦可以幫助武力投射 它如果要達到這兩個目標 應該需要航空母艦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戰略與資源所所長蘇紫雲 對大紀元表示 福建號可能是中共要落實所謂的藍水海軍的需求 因為山東和遼寧屬於近岸航艦 沒有預警機容易被攻擊 不能遠離海岸作戰 航母動力落後一大截 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 福建號此次海市主要檢測驗證動力 電力等系統的可靠性和穩定性 馬克認為 實際上福建號航母最大的問題 首先就是動力系統問題 他表示 福建號因為採用了電子彈射和攔阻系統 自身噸位又比較大 再加上裝載飛機的數量也增加了 耗電量會更加驚人 所以機動能力的動力系統都有比較大的問題 他認為福建號要實現技術穩妥和 高速航行只能用蒸汽輪機來驅動 蒸汽輪機驅動的結果就是要消耗大量的燃油 主要是重油 導致燃料重量占整個排水量超過四分之一 嚴重制約了航母的自持力和移動速度 因為過不了幾天就要加油 而且補給燃油數量巨大 需要的時間也很長 這都不利於航母編隊的機動能力 以前遼寧號和山東號 經常是快速航行抵達一個海域之後 就會在那裡待上幾天 一方面做訓練 另一方面是補充燃油給養 馬克表示核動力驅動航母的技術要求是相當高 美軍核動力航母的核反應堆世界上獨一無二 擁有最優勢的技術 同時經驗是最豐富的 中共雖然說可以建造核潛艇 但核潛艇的核反應堆技術等級和航母完全不是一回事 舒孝煌表示 福建號因為不是核動力 會是一個很大的短板 它的電磁彈射器只有三具 不是像美國即使小一點的航空母艦 都是四具 多多少少表示福建號主機輸出功率受限制 如果遠洋作戰的話 可能隔一段時間就需要燃料補給 美國海軍觀察遼寧號出海 差不多一個禮拜左右必須要做一次補給 福建號油料消耗會更多 現代海軍主機發電能力都要比過去 至少要多一倍到兩倍以上 美國是先有核動力的潛艦 然後才把核動力轉移到航空母艦上面去 因為潛艦水下行駛相對平穩 核潛艦只要推動主機發電就可以了 可是船艦上面用電的非常龐大 美國海軍第一艘核動力航空母艦企業號 因為當時核動力主機功率不足 要用六部核反應爐來推動 到尼米茲號有更大輸出的核反應爐之後 用兩部就可以了 舒孝煌表示 中共海軍如果下一步走核動力的話 必須有能在艦上使用的核反應爐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 目前中共雖有核動力潛艦 但只有一萬噸左右 這一萬噸的主機放到航艦上面 動力遠遠不足以推動航空母艦 蘇紫雲表示 福建號是蒸汽動力 福特號是核動力 這是美國的優點 電磁彈射能力究竟如何 與遼寧號和山東號不同 福建號採用了電磁彈射器 理論上可以做到讓艦載機能夠滿油滿彈的起飛 舒孝煌表示 滑跳甲板完全讓飛機自己加力起飛 航母本身也要加速 盡可能讓迎頭風比較大輔助起飛 因此飛機起飛沒有辦法再滿油滿彈 作戰能力受很大的限制 以前照片顯示 遼寧號上艦載機只掛4枚導彈 福建號採用彈射系統 可以讓飛機最大起飛重量情況下 仍有可能起飛 不過馬克懷疑福建號電磁彈射的實際能力 他說 電磁彈射屬於比較新生的事物 美軍福特號航母是世界上第一個採用電磁彈射的航空母艦 但福特號服役以後 電磁彈射的可靠性和妥善率一直有問題 大概用了七八年的時間 才徹底解決了所有的問題 直到2023年才進行作戰部署 但也沒辦法實現設計要求的作戰能力 馬克表示福建號的電磁彈射曾經是討論非常多的話題 因為中共消息封鎖 很難知道它的實際能力如何 福建號確實在碼頭上進行過重物彈射 肯定是可以工作的 只不過在碼頭上進行電磁彈射的動力 是從外部接來的還是本身的動力 這個就不清楚 很有可能是從岸上接過來的電源 這也只表示它能不能夠工作的測試而已 馬克認為從美軍福特號的經驗來看呢 從可以工作到符合作戰要求 這個過程應該並不輕鬆 中共福建號用常規動力驅動的電磁彈射 採用所謂中壓直流供電系統 到底可不可以穩定工作 核實形成戰鬥力 完全是個未知數 艦載機差距大 航空母艦最大的戰力來源不是航艦本身 而是航母上搭載艦載機聯隊 包括需要隱形及多功能戰機 在這方面美中差距相當大 馬克認為中共艦載機比較成熟 目前只有殲-15 但殲-15是比較落後的設計 重量重 體積龐大 雷達信號比較強 不利於遠程作戰 與目前美軍的超級大黃蜂F-18F相比 各種性能上都不如 與美軍更先進的F-35艦載機相比 更是有代差 他說 目前中共也在研發 艦載機殲-35和空警-600預警機 雖有各種各樣模型或是非的照片 但什麼時候能夠上艦 各種性能能達到什麼水平 目前還都是個未知數 特別是更多跡象表明 殲-35基本倾向模仿F-35 而空警-600基本照超美軍的 一二英演預警機 從模仿的角度來說 應該與美軍艦載機還有不小的差距 馬克表示 美國的艦載機 已經非常的成熟和全面了 既有戰鬥機 也有攻擊機 同時還有預警機 電子戰飛機 運輸機 反潛機 它的一二英演預警機 可以讓航母打擊群 預警範圍擴大到上千公里以上 中共艦載機方面很不完善 還處於研發階段 因此差距相當大 中共航母作戰效能遠遠不如吹噓的那麼大 舒孝煌表示 航空戰力要成熟 航空母艦的戰力才算成熟 可是沒有那麼容易達到 殲-35正在密集試飛 說明它應該是下一代艦載機 但開始真正量產 做艦上測試 然後再服役 快要兩三年以上的時間 目前也沒辦法評價殲-35的戰力如何 即使中共現在殲-35可以上艦 頂多只是表示一架類似五代戰機的飛機 可是它的戰力能不能夠讓航空艦打擊群的戰力 提升到類似美國 十年可能都不一定能夠追得上 舒孝煌表示 美國海軍兩棲突擊艦 上面還有可以短長起降的第五代戰機F35B 這是中共遠遠比不上的 更不要講 美國現在所謂的 中程遼機概念的協同作戰飛機 使用無人機跟有人機協同作戰 美國也開始要準備發展下一代的艦載機 舒孝煌進一步表示 中共海軍艦載機的航程可能會受一些限制 因為它本身沒有艦載機的加油機 但美國海軍已經發展了 艦上無人加油機MPU-25 可以大幅度提升海軍戰機作戰能力 舒孝煌表示 航空母艦在海上要做情況覺知 了解空中作戰狀況 進行空中管制 預警機更重要 中共這方面的能力恐怕還差很遠 現在的預警機都還只在是非階段而已 他說 福建艦因為它目前各方面都不成熟 充其量就是多了一艘航空母艦而已 蘇紫雲表示 中共艦載機的經驗 終究不如美國 艦載機的養成可能更難 一個是飛行員的配備 第二個是飛行員的契合 艦載機飛行員與飛機跟船艦的契合 可能還要耗上十年 第三個就是戰場的實際經驗 特別電戰的能力 美國的電戰機雷達在全世界 已經運作了大概60年 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儘管有所謂的殲20 兼15或以後的空警600 終究沒有足夠的經驗 在關鍵的時候可能就被美國的電戰系統給打敗 這樣的話 中共的船艦數量再多的話 就變成沒有戰鬥力了 中共盲造航母遭反制 蘇紫雲表示 現階段在實際的軍事實力上面 中共是無法跟美國真正做較量的 福建號對中共來講也未必是好事 等於會加速美軍重整軍力的速度跟力度 從中長期來講 中共的軍力會成長 但美軍也會快速再增強它的軍力 美國的策略簡單講 就是永遠避免軍事失去平衡 這樣才可以下阻戰爭 馬克表示 福建號本身的作戰能力 目前來看並不樂觀 但美國和東亞國家肯定會比較重視的 美軍會積極做出應對 加速福特級航母的製造速度 美國國會也加速了福特級航母的這個建造經費的審批 同時 實際上中共在擴張的同時 也讓日本的束縛得越來越少了 美國對日本現在基本完全解禁 只要日本想造的美國基本上都會同意 同時 韓國也已經積極推進航母的建造計劃 馬克說 日本海上自衛隊 將兩艘出雲級航空護衛艦改裝成輕型航母的工作 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 加賀號已完成整體改裝 可以讓F35戰鬥機起降 出雲級再過兩年 可以搭載12架到20架短距起飛垂直降落F35B戰鬥機 日本在二戰之後 重新回到了航母隊列 馬克表示 2021年 韓國現代集團推出了5萬噸級航母方案 目前來看 韓國是想推進這個計劃的 韓國也希望擁有更強的水面攻擊能力 在建造多艘神盾萬噸級驅逐艦的基礎上 也想建造更大規模的航空母艦 除了應對北朝鮮的威脅之外 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實際上就是應對中共的軍事擴張 中共加快航母的建造 對於西太平洋的這個軍力平衡 產生了微妙的作用 甚至對日本 韓國起了催化劑的作用 讓日本 韓國的軍事發展 變得更加的合理化 他說 馬克表示 同時對於台灣的軍費的增長 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最近拜登總統簽署了一個 80億美元的援助台灣計劃 接近於2023年台灣軍費的一半水平 其中20億左右用於台灣潛艇的建設 對台灣來說是非常大的注意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參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含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 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又有參曬參 白參 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韓國優質 六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冬醫寶劍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 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人參造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造代RA、RF、RG3、RH2 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 造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 持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 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造代RG3的含量 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宝黑參中的人參造代的吸收率 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